中国十四年抗战,官民都浴血奋战,为了祖国的领土安全和尊严。但是总有一些渣子卖国求荣,为了一点迎头小利去做了汉奸,出卖自己的国家,也丢了自己做人的一份尊严。 后来有相关的数据统计,指出抗战期间我国就出了差不多两百万个汉奸,这个数字可绝对不小,要知道当时关东军的数目,都只有一百万左右,这汉奸的数量未免有些过了头。 虽然说数字上有两百万的汉奸,但是其实很多的汉奸,没有实质性的做出什么罪恋的事情,只是名义上做了个卖国贼。 但是,无法掩盖的是他们的懦弱和家国意识的缺失,就算是怕死,也没必要当一个人人,唾弃的汉奸来求得苟延残喘啊。 抗战结束以后,这些汉奸们到了哪里去呢?在国内,抗战胜利日军溃退,这些卖国贼肯定是没有什么生存值得的,应该是处于一种过街老鼠的状态。 一些稍微有钱有权的汉奸,基本都会逃出中国,在一些陌生的地方隐姓埋名的生活,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他乡的土地上。 没钱的汉奸了,有的会被编入部队冲军,成为一线的最为危险的冲锋队队员。 不然就是随便死在田间地头的一些角落,世代遭人唾弃了。 倘若不做汉奸的话,抗战胜利后的他们也不会沦落到这般的田地,但是做出选择的是他们自身,这个后果的承担者也只能是他们自己,成为汉奸为敌国效力来求一命。 这是国家和民族信仰的缺失,即便活下来,也没有人应有的骨气和尊严了。